大家好,我是老婆陈教授 我们现在来一家中餐店吃饭 我们上次是在另外一家店吃的饭 这个老板在老婆这边七年了 在开中餐馆 他们餐历也有几个小间 一直在这里开饭店吗 在万象 万象过来 这边好热点还是万象好热点 怎么说的,万象 来这边几年了 你这个店要卖啊,要转啊 要转啊,我想回去啊,回中国啊 你不带个门,你回去啊 我来了八年多了 比你早一点点 你比我吃了,我爸跟家会说嘛 我哪里会说嘛 那你都来八年啊 我爸拿,我只会说一点点 我爸拿鞋啊,我也觉得拿鞋啊 你也觉得拿鞋是吗 是啊 从哪里过来的 我从圈框过来的 圈框 老板又准备拿鲨鱼了是吗 那个也从圈框过来的 是啊,和我一起过来的 你开车啊 开车了 圈框那个唐马子的门是 认识啊 认识啊 我一个认识啊 哪个 那我一个认识啊 你说,你说哪个,圈框哪个 圈框 马子 马子柜啊 认识认识 你,你在山路三年就是在这里 在这家店是吗 这家店 房租贵吗 一万多 一年 看来不贵啊 你一个人在这边住吗 是啊 没有家人在这边 有老婆在国内是吧 这这边少了吗 有少了老婆嘛 介绍就给我啊 我也 那两个有没有没有 那两个有一个是我的 你叫不了两个嘛 介绍就陪我嘛 你去你去谈嘛 他是苗子的吧 不是苗子 老龙子 老龙子啊 介绍给我嘛 在我这里做老板男也行啊 说真的 他们这个 你 哎,你这里生意怎么样嘛 差不多 我一个人搞不来呀 有些人也搞不来呀 你没请服务员吗 请啊 过年回不回家 不回去了 哎 山路这里有多少家中餐厅 只有两家 只有两家吗 那家是老婆的 有一家在市场里面啊 我上次在那里面吃过 那是老婆人搞的吗 中国人搞的还有另外还有两家是吧 没有啊 就那家给我一家就是嘛 那家只是他老婆是中国人嘛 在湾县开的时间久不久 那里三年这里三年 那边生意好做一点 那那时候那边有高速公路提供 哦,我有个朋友在万荣 在万荣 以前中国人多的时候很好做 后来不好做 春子过年过完的吗 还没有过啊 要到10号 哎,也是10号 嗯 你们山东这边也有吗 也是10号吗 月10号吗 对,那就是一样 你们这边开中餐店 这个调味料这些好不好买呀 菜好不好买呀 这个是中国市场买的 中国超市啊 这个都是我们中国过来的酱油 这个饭还刚刚开始做 这个等到什么时候 15分钟啊 他说要我先拍一下 反正不急哦 老板自制的发生米 这是个苗族的小姑妹子 多少钱一个月 老板搞了一大盘的 这个发生米给我们 我说吃不完啊 等一下吃不完又带不走 现在下午三点多了 其实过了饭点了 哎,老板 老板这么多年喜欢老鹅了吧 适应老鹅了吧 六七年都没回去 那肯定是挣钱的原因 手不得回去是吗 我怎么没挣到钱不敢回去嘛 挣到钱了还不回去是不是 没挣到钱呢 老板你太谦虚了 老婆老婆没找到 前前没挣到 那你觉得这个 在这边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没找到老婆啊 还是想在这边找老婆 找老婆就回去了 按按理说有个店在这边 相对来说比较好找啊 怎么三年都没找到吗 这小妹在削圈子 老板老家是哪里的 江西啊 那你来这边开店 主要的目的还是想来找老婆是吧 嗯 那现在没找到接下来怎么打算呢 找啊 我看你这个策略不错啊 你以前也是在国内学的图 是不是吗 现在山路这边好不好找老婆吗 找找人就好找 有钱就好找 老婆的这边有钱啊 你钱到位 明天就给你老婆了 是吧 那你也有钱啊 我去没钱嘛 这个小妹妹在切圈子 这个老板是我们穿矿马子哥的老乡啊 也是同样的是做主播的 马子哥也是做了舞团还有大茶叶 你们店里的招牌菜是什么菜吗 那个就是这几个菜是他们的招牌菜的 有没有这老婆做过其他的行业 就是一直是开饭店 开中餐馆投资 大概说要投资多少钱 十六万块钱 十六万块钱 这老板切腰发的手法非常专业 这腰发切的好漂亮 商路这边有哪里好玩吗 不知道哪里好玩啊 老板他说他忙着做生意 从来没有出去玩过 这个妹子是A线的 我说A线好不好玩 他说不太清楚啊 这个要放这么的油啊 这个就好了嘛 他们两个人开玩笑 说去找帅哥了 他们老个人切菜一般是用那种小刀 不习惯用我们中国这种典型的菜刀 老板在国内也还有很多家人啊 兄弟姊妹啊 爸爸妈妈 上路这边有夜夜生活吗 晚上去哪里玩 哎 扶上见面铺好了 也不明 这个妹子 这个妹子是罚房水A线的 我们还打算去A线玩呢 刚来这边工作一个月 他们两个去外面买了点零食回家吃 这个鱼快好了 你们饭店还有做其他的用吗 没有做了 那个市场里面那个有什么办证啊 护照延期之类的 兑换货币 他们酒店除了大厅以外 有两间吃饭的小小间 另外还有两个房间 老板自己住一个 还有就是员工住一个 我这边开中餐馆的话 他因为他这个单价比较高 开的人可能也是比较多啊 就是有的地方不是太好开 像我以前在万象有一个 有一个朋友 开了后来就是倒闭了 然后我还在南童 现在看到有认识一个中国人 后来也是看不下去了 我在分餐馆熟悉三家中餐馆 有两家是可以的 有一家是不怎么样 从外观看的话 是这个腰花最漂亮 谢谢副嫂 这个三个菜我都尝了一下 味道都还可以啊 我最喜欢吃的是这个白菜帮炒腰花 你少说味道不错 我把剩下的腰花还有茄子打包回去吃 等一下丽莎和阿伯就是他们去吃 他们喜欢吃的米粉 老板结账多少钱 什么打包 就打包这个 这个鱼就不要了 打包这个腰花还有茄子吧 我一个人吃了晚上 多少钱呢 一共上市七瓶老币 十何人民币一百二十块钱 一百二十多了 一百二十多了 现在会对老币涨起来了 看多少 现在好像是三块了 三千了 三零零 一百二十多了 你这个电视 现在是在转呀 有人要就转啊 怎么转嘛 我把你宣传一下啊 看有没有 七八万左右嘛 我花了十多万搞的 就是有剩余的房租没有 房租要到明年的八月份 最早最早要转七万 啊就是这些设备 什么都可以 桌子这些 嗯 酒啊 东西肯定都要算嘛 东西肯定都要算嘛 东西肯定是空电转 空电 酒剩以前买了 那肯定 我货钱货肯定要卖 要算成 这桌子把凳空调转转 转掉 这是货就是电话算 我们现在吃完饭了 这个老板也是很多 中国人在老窝这边的 一个现状啊 很多人的想法 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想做个什么小生意啊 然后找个老婆 但是他是七年没有回去了 看来这边老窝做生意 也不是那么容易啊 找老婆也不是那么容易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